关节炎舒缓法宝 博士,姜黄豆浆固膝盖改善关节痛 退化性关节炎是全世界最常见的关节疾病 台湾70岁以上长者超过7成有退化性关节炎问题 除了感觉膝盖酸痛、无力以外 严重时甚至睡觉时也会痛 还可能造成肌肉萎缩 想要改善系统 除了一定要接受专业医师认质以外 近年研究发现 姜黄中的姜黄塑静有利于减轻退化性膝关节炎造成的疼痛 日本医学博士也推荐一道健康的饮品 姜黄豆浆,帮助对抗膝痛 姜黄能阵痛,改善退化性膝关节炎疼痛 提高关节可动范围 日本Hiro整形诊所院长 医学博士圣也号指出 姜黄是卡里中的黄色成分 在近年研究被发现有许多健康功效 而他身为整形外科医师 他最关注的则是姜黄的阵痛作用 日本国理医院机构京都医疗中心医师中川泰璋 曾针对50名40岁以上的退化性膝关节炎患者进行试验 发现服用姜黄素胶囊 发现服用姜黄素胶囊八周后 多数患者的膝盖疼痛都减轻了 甚至有患者不需再服用止痛药 而且也没有显著的副作用 另一项2014年发表于关节医学专业期刊中的比利时研究 针对比利时820名退化性膝关节炎患者进行试验 在摄取6个月以上的姜黄素营养补充品以后 不但平均疼痛程度有所减轻 生活品质指数 Quality of Life 简称QOL 也提高 关节可动范围也更广了 而圣野浩建议的喝法 则是将姜黄粉加入豆浆之中制成美味的姜黄豆浆 圣野浩建议每天吃一大匙 约2克的姜黄粉即可 不过他也提醒 虽然目前姜黄仍未发现严重副作用 但如有脂肪肝 C型肝炎等肝脏功能障碍的人万万不可过量 姜黄中丰富的铁质有可能会攻击肝脏细胞 造成健康上的负面影响 务必事先咨询专业医师 姜黄豆浆这样做超简单 轻松缓解关节疼痛问题 材料 豆浆200毫升 将黄粉一小匙 蜂蜜一小匙 可依喜好增减 做法 将豆浆装入耐热容器中 放入微波炉加热 再将姜黄粉和蜂蜜加入温热的豆浆中即可 退化性关节炎是全世界最常见的关节疾病 台湾70岁以上长者超过7成有退化性关节炎问题 除了感觉膝蓋酸痛 无力以外 严重时甚至睡觉时也会痛 还可能造成肌肉萎缩 想要改善系统 除了一定要接受专专业医师认质以外 近年研究发现 姜黄中的姜黄塑净有利于减轻退化性膝关节炎造成的疼痛 日本医学博士也推荐一道健康的饮品 姜黄豆浆 帮助对抗息痛 姜黄能阵痛 改善退化性膝关节炎疼痛 提高关节可动范围 日本Hiro整形诊所院长 医学博士圣野昊指出 姜黄是卡里中的黄色成分 在近年研究被发现有许多健康功效 而他身为整形外科医师 他最关注的则是姜黄的阵痛作用 日本国理医院机构京都医疗中心医师中川泰璋 曾针对50名40岁以上的退化性膝关节炎患者进行试验 发现服用姜黄素胶囊 发现服用姜黄素胶囊八周后 多数患者的膝盖疼痛都减轻了 甚至有患者不需再服用止痛药 而且也没有显著的副作用 另一项2014年发表于关节医学专业期刊中的比利时研究 针对比利时820名退化性膝关节炎患者进行试验 在摄取6个月以上的姜黄素营养补充品以后 不但平均疼痛程度有所减轻 生活品质指数QOL也提高 关节可动范围也更广了 而圣野浩建议的喝法 则是将姜黄粉加入豆浆之中制成美味的姜黄豆浆 圣野浩建议每天吃一大匙 约2克的姜黄粉即可 不过他也提醒 虽然目前姜黄仍未发现严重副作用 但如有脂肪肝、C型肝炎等肝脏功能障碍的人万万不可过量 姜黄中丰富的铁质有可能会攻击肝脏细胞 造成健康上的负面影响 务必事先咨询专业医师 姜黄豆浆这样做超简单 轻松缓解关节疼痛问题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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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黄粉一小匙。 蜂蜜一小匙,可依喜好增减。 做法 将豆浆装入耐热容器中,放入微波炉加热,再将姜黄粉和蜂蜜加入温热的豆浆中即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